今天的葡萄牙 对海洋和开放的热情依然不减 葡萄牙能源匮乏 过去主要依靠进口 但是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在葡萄牙的北部和中部 常年有来自大西洋的西风 葡萄牙人利用海洋的馈赠 发展风力发电 葡萄牙环境和能源转型 2050年葡萄牙可以通过可再生能源 满足其全部电力需求 在葡萄牙北部沿海城市维亚纳堡 大西洋服饰风力发电项目完工在即 这是全球首个半前漂浮式海上风电商用项目 第一阶段工程要建设三台风机 总装机容量25兆瓦 来自中国的企业承接了该项目的海底电缆传输部分 这个月刚刚结束了我们这个炮仕作业 因为我们这个炮仕作业对于我们的海岸保护极其重要 徐大鹏是一名海洋工程师 他所在的中国团队与来自英国葡萄牙等国的多家公司 共同完成海底电缆铺设和岸上升压站建设工作 通过Wind Float服饰平台产生的海上风电能源 会通过我身边的这根电缆传输到岸上 未来我们将会在项目现场兴建升压站 到时我们的海底电缆会从路上电缆通过升压站进行相连 将海上风能产生的清洁能源 输送到葡萄牙的千家万户 这家中国企业在葡萄牙当地 招聘了绝大部分现场工作人员 葡萄牙级项目经理卡洛斯·马赛洛 有着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 曾在法国 英国等地负责项目建设 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经常的挑战 和一个学习很大的学习 我们都觉得我们能够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目标在一个共同的目标 我们一起得到更多 葡萄牙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 谅解未忘路的西欧国家 作为欧洲最西端的国度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者 葡萄牙是连接路上丝绸之路 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 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支持有着非比寻常的标志性意义 现在中普投资合作 有几个领域 包括农园 电力 金融 保险 健康 医疗等领域 中普投资合作 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中国企业和这些企业合作 一方面是经贸上的 同事上的合作 同时也有一个相互学习 这个相互借鉴的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